大家最近在传媒上除了听过瑞德西韦 可能是医治新冠肺的有效药物之外 偶尔也可能听过另一种药 叫做Coroquim Coroquim究竟是什么呢? 究竟有什么效果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韩国和意大利的确诊案件差不到很远 但是重症率和死亡率差很远 有些专家留意到 韩国医治新冠肺的指引里面 如果是重症的话 他们都会尝试用一些药物 除了之前我们说过Coletra 就是外脂病的抗病毒药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说的Coroquim 这种是否有些人说的神药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Coroquim Coroquim 这种东西 其实在这里很多年了 起码都七八十年了 它原本是用来医治药物 药物是由一些寄生虫引起的 它会令到寄生虫的细胞里面 毒素增加 从而杀了寄生虫 但是用着用着就有些抗药性 所以现在反而不是说用得太多 但是它有另一个用途就是医治一些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 例如红斑狼瘡症那些 就是自我免疫系统的病 就是说身体的免疫系统是自己打自己的 Coroquim 它就会控制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不要太过活药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用着 那副作用也不算很大 而且这种药有个好处是非常之便宜的 Coroquim 很有趣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用途 就包括抗病毒这个作用 因为之前都已经有一些实验室的测试里面 这种药就能够有效抑制SARS病毒 这次这个新冠肺病毒 其实跟SARS病毒都相当类似的 有些人就想可能这个Coroquim 对这个新冠肺病毒可能有效果 那我现在就想和大家解释一下 它那个抗病毒原理是什么 就养两点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 我首先解释它第一个作用 这个就是那个细胞 这个就是细胞里面 这个就是细胞外面 细胞很明显有一个细胞膜 这个就是细胞膜 大家都很熟悉 病毒要侵入我们的细胞 主要有些叫S蛋白 就黏在细胞表面的 那些叫ACE2受体 就黏在细胞上之后 就好像拿了通行症 那样进来了 这个病毒就会进来 但进来之后 它就会经过我们的细胞膜 过程里面有一部分细胞膜 就会形成像气球那样 包住病毒 大家看到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在于 病毒需要复制自己的话 它就必须 把遗传物质释放出细胞 它才可以复制 但是它进来之后 有个问题就是 病毒的磕还在 那如何达成它的目的呢 原来我们的细胞里面 有些叫做Lysosum 这个粉红色的东西 就叫做Lysosum 它中文叫做溶媒体 媒就是酵素 它其实就是一包酵素 就等于细胞里面的垃圾沾焚化炉 就是细胞里面有什么不要的东西 就会放在这里 就等它里面这些酵素 就是四方形这些 其实就是酵素 它就会将不要的东西 就消化了 或者就将它recycle 当病毒入侵了我们的细胞之后 它就会被当为一些垃圾 就会将它运到Lysosum 这个病毒来到Lysosum 里面那些酵素 就会尝试将病毒消化了它 过程里面 就会打开了病毒的壳 就令到病毒有机会 将它的遗传物质 那些RNA 就放了出来 从而就开始复制过程 大家要留意 重点就是 这个Coroquin 这种药 它就会令到Lysosum 这种药媒体的酵素 就不能消化病毒 所以酵素做不到 就没有了这个步骤 即是病毒 就像进入细胞里面也好 它也不能释放它的遗传物质 所以就无法复制了 这个Coroquin 还有第二个方法 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 我们看看第二张图 这个图就一样 这个就是细胞膜 这里是细胞外面 这个细胞里面 当我们的病毒 释放了自己的遗传物质 的RNA 它就要依靠一个酵素 这个绿色的长方形 就是一个酵素 叫做RDRP 大家不用理 这个酵素 就会帮这个RNA 复制另外一条RNA 这个蓝色就是它的Copy 接着可以帮它制造病毒的部件 从而复制自己 有种物质 即是星这种东西 就是这些红色点 就是星 这些星可以压抑制绿色的酵素 让它不能复制一些RNA 不能复制遗传物质 这个病毒就无法感染了 你会问 不如我快点去买些星的药丸来吃 那就可以了 大家不要这样想 因为大家看到 这个星的简写 旁边有个二加 即是说 这个星是一个离子 它带着电 反正带着电的东西 如果当你吃粒药丸去 你吸收了星 那些星就来到细胞的外面 其实它就不能够 穿透细胞膜 穿不到过去 因为它带着电 它就不能够 就这样进入细胞里面 从而产生作用 要克服这些东西 就需要一些物质 就像旋转门一样 就能够将这些星 就将它黏在自己身上 然后它转一转 将星带到细胞里面 这样就可以克服了细胞膜的障碍 这个星就可以产生抑制病毒的作用 我们发觉 原来这个Coroquine 它就是这些东西 它有个能力 将细胞外面的星 就像旋转门一样 将它带到细胞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Coroquine 第二个可能的机制 使它产生抑制病毒的作用 说好像Coroquine很有用 但我都劝大家千万不要 看完这段视频就快点买些星来吃 甚至想买些Coroquine来吃 千万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刚才说 关于Coroquine的可能抗病毒的作用 其实全部都是一些体外的测试 即是在实验室做的 在人体里面 是否能够有我们预期的抗病毒效果 真的不知道 事实上 以前也有很多药 在实验室的层面里面 的测试好像很好 但当用到人体里面 是完全不行的 这药事实上 也开始有些测试做的了 我建议大家和我一样 抱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 希望这药真的有它的效果 假如这药真的有效果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药已经在很久了 副作用可以接受 有用的话 即刻就可以用 现在这一刻 说什么都是言之上早 我们始终希望有些可靠的医学研究 证明它是安全有效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有些网友问 现在在我的视频里 也看到有广告 是不是已经没有黄标呢 可以跟大家说 继续也有黄标 而且是渺黄 即是说第一秒 我放视频上去 就立刻被黄标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这些视频有用的话 请你给个like 留言 以及分享这些视频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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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